在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上,有一项很重要的事情要举行,那就是投票决定新中国主席的人选。 对于这个问题,大家早已是心照不宣,当然只有伟大的毛主席才能胜任。 可就在检查投票结果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有一个人给毛主席投了反对票。 一张反对票虽然无法对最终的结果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可这个意料之外的情况还是令大家十分吃惊。 既然如此,这张反对票到底是谁投的呢? 毛主席对于此事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此人的结局又是如何的呢? 视频开始之前,大家可以点击右下角的关注,感谢您的支持。 投下反对票的人名叫张东孙,是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主席团的成员,此后还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 为什么他要给毛主席投反对票呢? 难道只是单纯地想搞特殊吗? 有一些学者认为,这或许和他天真的政治思想有关系。 张东孙出生于浙江杭州的一个官宦世家,他的太爷爷、爷爷、父亲都曾坐过支县、支州等地方官, 所以张东孙便得到了传统儒学思想的启蒙教育。 青年时期,张东孙被佛教中的玄妙所吸引,随即对哲学也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几年之后,他以公派留学生的身份,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主修哲学。 张东孙从日本留学归来后,清政府已经沦落到了崩溃的边缘, 他虽在东阳学习了先进的思想与知识, 但终究还是没能救得了这个摇摇欲坠的大清朝。 清朝覆灭后,怀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壮志, 张东孙以笔杆子为枪杆子,决定靠文化进化国人的思想。 他开始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受到了很多读者的支持。 在当时,张东孙是一个看起来非常矛盾的社会人物。 他既不支持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 也不支持诸如袁世凯一流的复辟团体, 他甚至写过不少文章痛骂袁世凯的不齿行径, 因此受到当局的不满。 在此后,张东孙创办了以介绍西方新思潮为主的报刊《学灯》, 获得了许多读者的青睐。 1919年,他又提出了所谓的第三种文明的概念。 到20世纪30年代, 张东孙已经成为国内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 被公认为中国新维新论领袖。 七七事变之后,张东孙本想借着参加国民参政会的机会, 将他所提倡的中间性政治路线捐献给国民政府。 可当张东孙看穿国民党并非真心实意地想和共产党合作之后, 自觉政府未必会采纳自己的意见, 只好扫兴地返回北平。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日本宪兵逮捕了张东孙。 日本人想要拉拢有流日背景的张东孙为他们所用, 希望他能够担任汪伟政府的教育部部长。 然而这一切谎言都被张东孙所看穿, 他先后以各种借口拒绝了日本人的要求。 在狱中,张东孙也表现出了一些文人风骨。 他坚决不当日本侵略者的走狗, 为此曾先后四次自杀未遂, 与看守撕打在一块, 对于日本人的威逼利诱毫不屈服。 可以说, 此时的张东孙在民族大义面前还是看得很清楚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 张东孙既没有选择加入国民党, 也没有选择加入共产党, 而是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以全新的身份参与到中国的战后重建。 张东孙是个理想主义者, 他热爱并鼓吹和平。 他希望未来的中国能够成为一个像欧美国家那样的, 在政治上采取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 而在经济上却像苏联那样, 采取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 这就是他所提倡的中间道路。 事实证明, 张东孙的理想在当时基本没有可能实现。 因为蒋介石打心底里就是想要独裁, 怎么可能与共产党共同治理国家呢? 怎么可能让国家的经济制度向苏联靠拢呢? 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 张东孙的中间道路宣告破产。 此后, 他修改了自己的部分政治主张, 并开始积极地与共产党展开联系。 1948年11月, 解放军抵近北平城下。 此时, 摆在华北搅供总司令傅作义面前的路只有两条, 要么死战到底, 要么缴械投降。 如要硬称, 先不说以当前的形势有没有必胜共军的把握, 北平这座文化古都铁定是保全不了了。 此来想去, 权衡利弊之后, 傅作义决定和共产党谈判, 看看能不能以和平的方式化干戈为玉帛。 傅作义最初的设想是既不向共产党投降, 也不继续向国民党效忠, 而是走中间道路, 成立一个联合政府, 把华北独立出来。 当时赞成这一主张的人虽不少, 但分量却都不重, 所以傅作义直接把一贯主张中间道路的中国新维新论的领袖张东孙给请来了。 与此同时, 我党领导人也觉得, 在政坛与文坛都有重要影响力的张东孙或许可以打破目前谈判双方陷入的僵局。 张东孙到北平的时候, 傅作义手中的王牌部队第35军刚刚被解放军歼灭。 逐利没了, 傅作义的心情顿时变得焦急起来, 他也意识到此时必须尽快与中共打开和谈的局面。 毫不夸张地说, 当时的傅作义几乎将全部的宝都压到了张东孙的身上。 等见到了聂荣真等人, 张东孙把他所见到的事实一股脑地告诉给了我党领导, 并且向他们转述了傅作义的条件。 依张东孙的看法傅作义是绝不可能打下去了, 一方面是因为主力已经被歼灭, 另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军械的援助基本无望。 既无援兵, 也无退路, 守着一座缺粮少淡的孤城, 结局可想而知。 当初傅作义的主张, 说白了就是体面一点的投降。 经过张东孙等人的努力, 北平和平解放事宜终于全部谈妥, 北平这座千年古都, 终于能够在战争中完好无损地保全下来了。 而在关键时刻, 为双方和谈打破局面的张东孙, 无疑立下了莫大的功劳, 就连毛主席都不禁为他竖起大拇指, 夸赞北平和平解放事张先生的功劳。 张东孙自己, 也将此事当成其政治生涯中最为亮眼的功勋。 新中国成立后, 张东孙也正式入选到中央人民政府, 与党中央领导, 各界民主人士共商国事。 但是, 张东孙在新政府的外交方针上, 与我党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毛主席主推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而张东孙则认为, 如果中国全面倒向苏联, 那么将来美苏一旦开战, 刚刚结束内战的新中国, 必然沦为美苏争霸的牺牲体。 所以, 张东孙主张走中间道路, 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 新中国都不会选边站队, 保持中间立场。 张东孙的这种思想, 在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 十分常见。 他们过分地看高了美国与苏联的实力, 内心之中会产生一种恐美恐苏的情绪, 觉得新中国的力量, 难以撼动这两个超级大国的地位。 可无论是从抗美人潮战争, 以及后来的珍宝岛战役来看, 这种思想显然是极其错误的,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政治上存在的严重分歧, 让张东孙在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上, 给毛主席投了反对票。 但毛主席并没有过分在意此事, 他告诉查票的工作人员, 代表们有权选毛泽东, 也有权不选毛泽东, 缺一票就缺一票, 没有关系。 可当时大家都没有想到, 张东孙不久之后, 竟私自将国家机密, 透露给美国间谍。 建国之初, 关于美国即将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消息, 一直闹得沸沸扬扬, 就连蒋介石都信以为真。 在这一消息的影响下, 张东孙觉得, 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 中国将受到史无前例的破坏。 在他看来, 三战的结果无非三种, 要么就是中苏所在的社会主义阵营全胜, 要么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全胜, 要么就是两败俱伤。 三种结果中, 他认为第一种的概率微乎其微, 第二种的概率更大, 也最令他害怕。 所以, 张东孙一直都无法理解毛主席的一边倒外交方针。 在知道凭借自己的力量, 已经无法改变国家外交方针之后, 张东孙希望以另一种方式拯救中国, 那就是主动与美国联系。 一旦中美开战, 他就可以像当初和平解放北平时那样, 充当一个调停人, 让两国化干戈为玉帛。 为了达成这一目的, 张东孙找到了昔日的朋友王志祺。 张东孙与王志祺早在抗日时期就认识了, 当年他创办的正报就是由王志祺出资的。 正报停滩之后, 二人便很少联络了。 可新中国成立之后, 张东孙听说, 王志祺又与美国南边有了联络, 所以就想靠他这层关系和美国政府取得联系。 一来二去之下, 两人的联络愈加频繁起来。 一天, 王志祺向张东孙询问国内民主人士对美国作何态度时, 张东孙为了自抬身价, 竟然将一张政协名单送给了他。 在这份名单中, 张东孙将能够和自己合作的人员都用特殊记号圈画了起来。 此外, 张东孙还向王志祺透露了新中国政府并未对外公布的财政数据。 朝鲜战争爆发后, 国际形势骤变, 张东孙坚决反对中国出兵朝鲜。 此时的他万万没有想到, 他与王志祺的几次谈话不仅没有缓和中美之间的外交关系, 反而给自己带来了滔天大祸。 原来, 王志祺在此后被我公安机关逮捕, 而在审讯过程中他向办案人员交代, 张东孙曾为自己提供过情报。 直到这时, 张东孙的叛国行径才浮出了水面。 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与美国特务接触本身就是不允许的。 而张东孙却幻想依靠他作为媒介, 打开与美国的联系, 为将来自己再次充当条人来缓解美苏关系, 化解中国与美国的冲突, 现在看来是何等的幼稚与可笑。 数十年来, 一直没有直接干政治的张东孙, 即使在没有行政经验, 也会明白, 他所讲的这些情况, 在当时应该是国家的机密, 他出自一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之口, 可能会被王志祺收集起来, 作为情报送给美国的。 但张东孙在调和美国与中国关系, 避免中国受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灾难的思想指导下, 看来并没有想这么多。 他根本就不认为自己的活动是叛国, 更不会认为自己是美国特务。 后来, 张东孙因这些罪证被指控为叛国美国特务时, 虽然他对自己表示无意中泄露国家机密负责任, 并请求处分, 但却从不承认自己真的叛国, 更不承认自己充当美国特务。 张东孙案事发后, 毛主席对此亲自做了指示, 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扬起来。 此后, 张东孙就彻底离开了公众视野, 开始贤富在家, 置学作诗了。 张东孙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代表人物, 其社会思想的进步性是值得肯定的。 但实事求是的说, 张东孙的孔美政、孔苏政不仅错误, 而且可笑。 出生于清朝末年的他, 被帝国主义的奸船力炮给吓傻了, 过分夸大了美国与苏联的实力, 忽视了中国四万万人民的强大力量, 小看了中国人民反对霸权, 争取自由的决心。 由于平台规则, 只有当您跟我有更多互动的时候, 才会被认定为铁粉。 如果您喜欢我的文章, 可以点个关注, 成为铁粉后能第一时间收到文章推送。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觉得本期视频不错的, 可以点个关注。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更多的历史知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